你现在还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生怕这男生要出现 胡活活给你撕了 即便他跟你分了手 他离开了你 至少还有那三年的好 人要变得包容 你说呢 对 行吗 跟他说再见吧 你们俩好好幸福下去吧 还不行吗 打开第二现场 哎 哥们 自我介绍一下 别瞅这个可怜巴巴的样子 老师好 我叫喜寒 26岁 来自辽宁 不 不 你 我就一句话 你做那第二现场 什么意思 你出不出来 我想看看他的态度 态度不已经看见了吗 要是我 我就走了 不 我 你起码得让他道歉吧 我跟你道什么歉 道歉呢 你跟那女的什么关系啊 她是你女朋友啊 你就抱她 你就背她 老师没有事 我习惯了 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不客 反正这三年 这三年 都不止这一件事了 那天 他约我 然后约我去游乐园 坐过山车 我当时乐不行了 批垫批垫了 去了 你这说的啥 你是哪里的话 你这是 老师 你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 你是哪里人 我大连了 大连了 这曲扎电话挺好听的 谢谢老师 然后 那天我公告 我坐过山车 沿着不敢走 然后他让我在过山车上喊 好月 我爱你 你说我就喊了 谁知道好月是谁 那天是我弄了 做了五页 你喜欢我 你说一句爱我怎么了 那弄了全固然撤人 像我没吃腰似的 那我不也为你好吗 主持人的这么大一老爷们 他恐高 不敢上天桥 我也恐高 那你天桥都不敢上吗 那还是敢上的 哪有你这样的呀 你说我帮你改毛病还不行 我现在飞机都敢做了 谢谢你 不是 你出不出来 你不出来咱就算了 就算他告白失败了 你能不能让他道我歉 他连签都不道我 我怎么出来 他今天道歉我就出来 我给你道什么歉 我道歉 那你不用 你给二服务员多少钱 人还在家干活呢 你真的跟那个女服务员 没什么是吧 一点丝都没有 你能不能下来说 就是上一次嘛 然后我家饭店中午忙 然后干活 有一个服务员脚载了 然后我就给他背出去 中午特别忙 我这个姑奶奶就过来了 上来一人一个脸蛋的 你家没有别的服务员了 心都凉了 然后我转头看见服务员哭了 回头看着姑奶奶都没了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发微信 一点都不理我 这 你不会再打吗 我死了 你不会去我家找我呀 你都打了三年了 你干嘛不继续打下去吧 信凉得不行了 真不想再打了 能不能下来说话 能不能站着跟我说 我跟你说 你这样啊 我不管你的态度如何 我觉得你在那个大庭广众之下 羞辱了别人 你确实应该对服务员道个歉 对他道不到歉我不管 简直服务员跟他压根没关系 是不是 我们要做一个明示的好女孩 你说呢 对着你女孩道个歉 我那天不知道你们之间是什么事 就动手打你了 对不起 万个要不可以给你道个歉 可以 接下来你可以找到算账了 你能不能下来说话 你让徒弟老师就这么抬头瞅你啊 没事我这个尖锥不行 你能不能站着啊 我下去啊 你也拜登手 你下来来你下来来 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 没事 智琳老师保护你 他老公跟你是一样一样 他前一阵就是有半个月没走他 之前给我卡了 现在还这样 把手伸出来 你看这指甲长的 我也支不住他 我待会请你保镖啊 你出不出来 出来 把第二现场关了 你别动手啊 好 好